歡迎鎖定六月十五號 臺時新聞全球現場 我是陳嘉儀 新聞首先馬上來關心又是酒駕尿貨 二十八歲全新男子 疑似喝到天亮 清晨六點多 開車行進台中市檀子驅蝕 高速壯到停放在路邊的兩台車輛 還撥及一位行人 匠士本身也受傷 幸好送醫後 兩個人都沒有生命危險 但警方對他抽血檢測 發現酒測值超標 全案依公共危險罪送辦 白色小轎車高速急駛而來 撞上了停放在路邊的兩部車輛 還有一台重型機車 小轎車原地打轉了270度 才停了下來 黑色小轎車最慘 坐後側嚴重凹陷 因為撞擊力道太強 再撞上了一旁的路竿 車頭幾乎全毀 前後都遭殃 照射的小轎車也沒好到哪裡去 車體嚴重受損 零件四散 真的是很倒楣 豪端端的車子竟然被撞爛 這起車禍意外是發生在15號清晨將近七點左右 28歲的成姓男子疑似喝到天亮 清晨開車 行經坦子區勝利路時高速過彎 結果一個失控釀貨 撞換三部汽機車 還頗及一名行人 趙氏駕駛向警方表示胸口悶痛 警方將他和行人送醫治療 幸好兩人都沒有打礙 而趙氏駕駛經過抽血檢測 酒測值超標 警方偵訊後 依公共危險罪嫌 將他移送法辦 謝謝美名嘉明 台中報導 謝謝美名嘉明 台中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